1950年9月 美国轰炸机侵入我鸭鲁江地域 及安东地区上空 毫无理由的投下重磅炸弹 炸毁房屋并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 美军在麦克阿瑟的受益下 明目张胆的公开轰炸我国领土 并且连续五次越境轰炸 他们根本就没把刚成立不到一年的新中国放在眼里 再看北朝鲜人民军 麦克阿瑟亲率美帝十军七万人 利用满朝在仁川登陆 切断了北朝鲜人民军的不底线 美帝八集团军司令沃克 也在洛东江战线 只会十个师的兵力向朝鲜人民军发起反攻 在美军的两面夹击下 人民军节节败退 美国的强势介入 让朝鲜战军发生了跟本性的变化 这么一来 斯大林坐不住了 但如果苏联也跟着卷进来的话 很容易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是他不想看到的 毕竟美苏Batial War的地方是在欧洲 绝不能因小失大 斯大林决定 只要美军跨过了三八线 就请中国出兵朝鲜 苏联作为老大哥会提供空中支援 毛主席也认为 三八线是发兵朝鲜最后的底线 但是目空一切的麦克阿瑟 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的告诉全世界 他一定会打过三八线 直抵亚鲁江 至于中国是否会参战 他说目前中国的工业实力 根本就没这个能力 这个时候呢 其实毛主席已经有了决定 在一场没有记录的会议上 毛主席希望大家能畅所欲言 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如果打 对方可是经济实力空前强大的美国 拥有经历过二战起礼的海陆空三军 再加上原子弹 咱们毫无胜算 即便是美国战败的话 充其量也就失去了一个军事基地而已 而咱们如果失败 整个中华民族可能会再次的陷入战争漩涡 北朝鲜人口几千万 而我们有五亿人口 为了朝鲜而打烂一个新中国 不值得 毛主席本来打算让林总出征 因为天时地利和人和 他是最佳人选 但林总一开口 就说出了自己的很多故节 美国三天生产的钢铁 是咱们一年的产量 这仗不好打 甚至还提出了只出兵不打仗的说法 主席这才表明态度 朝鲜如果让美国占领 卧榻之策 启荣山姆大叔在那打呼啰 但是为了我们日后能够睡好觉 能有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的时间 但是首先要确定的是 就是抗美援朝的主帅林总不行 谁还更合适呢 横刀立马的庞大将军出现了 即使打烂一些坦坦坦坦 无非就等于解放战争 晚胜离几年嘛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 除兵援朝 非常必要 而且不打则已 一打就必须要打到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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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